今天比较厚重保暖的衣服赶快准备好 因为兔年的第一波寒流将在明天正式来袭 从明天傍晚开始是越晚越冷 这气温会一路下降 到周六清晨是最冷的时候 嘉义以北的低温会掉到只剩下9度 而高山还有降雪的机会 上午白天都还看得到阳光 不过这好天气马上也要跟着收假了 周五开始兔年的第一波寒流南下 气温也会一路下滑 北部东北部会变得湿冷 而周六的最低温还下探9度 八部低温特报 在11号的晚上到15号的清晨的话 受到寒流影响之下 在嘉义以北到东北部的沿海空洞地区 是有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 周五下半天开始就要变天了 如果民众要出门赏花或者欣赏灯节 恐怕都要多穿一些保暖的衣物 气象局预估 这波寒流会一路冷到下周一 和欢山和御山等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积雪都还没融化 而这波寒流的水气充足 应该还会再有飘雪的机会 这波寒流影响之下 这波寒流影响之下